第三讲讲花间词 本来还有一些别的作家要讲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只讲了两个重要的词 一个是伪装 一个是温婷云 还有一些作家 我们就没有时间讲 今天我们讲 第四讲南唐词 我们讲过这个五代时候的歌词中心 除了长江上游的西数 就是长江下游的南唐 这两个国家 也是当时的经济最发达 文化最繁荣 君主的文化素质最高 社会也最安定 由于这些条件 使得这两个地方成为五代时期的文化中心 成为五代时期的词的创作中心 一个地方产生了花间词 一个地方产生了南唐词 南唐词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中主李锦 后主李玉和宰相逢言士 这个字读词 千万不要读逢言矩 更不要读逢言矣 逢言士 你看 他另外还有个名字叫言士 就是那个读音 逢言士自正宗 广年人 就是现在的江苏扬州人 这个他在南唐的列祖 也就是南唐的开国皇帝李生的时代的时候 他做过秘书郎 后来签为驾步郎中 元帅府长书记 宗主宝大元年 宗主宝大元年就是李锦的 宗主宗主李锦的宝大元年 拜建议大父 汉林学士 签户部侍郎 在四年 至宗书侍郎拜平章士 就是宰相 这个宝大五年 因讨伐福州兵败 罢为太子少府 福州当时所在的那个国家叫明 南唐是华明 兵败 所以他的宰相就被撤职了 罢为太子少府 后来出为朝武军 截斗士 九年的时候任官军大将军 罢为太地太保 领禄州截斗士 十年拜左仆役 同平章士 你看过来去 又同平章士 以晋诗湖乡地 报为左仆役 但是后来的湖乡地区的土地 又丢了 所以又报为左仆役 再后复为同平章士 十五年以州师济县江北地 就后州啊 把南唐江北的地方啊 全都占领了 所以再次罢为太子少府 宋朝开国的那一年去世 我为什么要讲这些经历呢 就是为了 下面我们要讲讲冯元氏这个人 讲他的为人 讲他的品性 大家看看这几 每次兵办 都要算到他的头上 所以冯元氏一生的三度为宰相 他是南唐宗祖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 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关于他的争议 一直到现在 都没有平息 许多人 讲到冯元氏的词都说好 没有谁不说冯元氏的词好 但是很少有人说他的为人好 都是说词好 但人不好 只有少数人说他的好话 比方说冯夕 清朝的时候 有一个词学家叫冯夕 他为阳春吉 也就是冯元氏的词集 写了一个序 他说冯元氏 抚养身世 所怀万丹 窥子六亿 比姓为多 说冯元氏这个人一生 抚养身世 所怀万丹 内心的感慨非常多 说他的作品 如果和诗经的六亿相比的话 那么他应该是以比姓为多 那么他应该是以比姓为多 诗经六亿就是 富比姓嘛 还呢 对了 和诗经的六亿比 他的作品以比姓为多 其忧生恋难 异类言外 极之唐五季之交 由韩之谣之于诗 他的优生恋难 亦类言外 这种风格的作品 如果把它和唐五代之交的 那些作家相比的话 那么就相当于寒卧的作品 但是张慧元这个人呢 不喜欢他 我们上次讲过的清代的 常州派的领袖张慧元 不喜欢他 张慧元边辞选的时候呢 就贬持冯元氏 说他专必顾及 又岗为大言 大家看这两句 就涉及到冯元氏的为人和人品 说他蒙必皇上 又专权 又好嫉妒同僚 又顽固 专必顾及 又喜欢夸夸其谈 好为大言 张慧元甚至说 他的蝶亮花寿章 改为排鉴异己而作 所以都是为了排斥异己才写的 那陈廷卓 这也是常州派的人呢 但是他在白玉栽词画里面 又集成其词 忠爱残眠 说他的词啊 忠爱残眠 但是 比其人为无诸曲 说为人不诸曲 所以你看这个对于一个人的评价 就出现这么大的反差 说他的词好 但是人不好 真正的词品和人品 难道一定有这样对立吗 虽然人品和词品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但不至于对立到这样一个地步 这真正为冯元氏方案的人 应该是夏成潘先生 现代词学大将 他写了冯正宗连谱 在他的名著 唐宋这个 这个慈灵连谱里面有一篇 叫冯正宗连谱 为冯元氏方案 讲了冯元氏 为什么 长期以来被人诟病的原因 大家有兴趣就可以看一看 张慧元 陈廷佐等人 之所以申贬冯元氏的为人 乃是因为受了陆游 和这个马令的南唐书的影响 南唐书 最著名的是陆游的南唐书 和马令的南唐书 这两本书都是贬低冯元氏的 而这两本书之所以贬低冯元氏呢 又是受了死须白之子的 调记力谈一书的影响 而死须白呢 恰好和冯元氏是政治上的对头 所以呢 这本书里面对冯元氏就有许多 彭党攻击之词 就是党派之争 冯元氏为什么会受到申贬呢 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是南唐的文武官员各有党派 一派是以宋祈秋 陈爵 李真谷 冯元氏 冯元鲁 魏臣 查文辉为党 简称宋党 还有一派是深圣 常梦席 萧炎 韩熙寨 江文卫 钟摩 李德明为党 简称宋党 后周入侵南唐的时候 宋党是主张武力抵抗的 但是往往事与愿违 后来呢 又宋党又先败 宋党先败了 宋祈秋 陈爵 李真谷 这些人都被杀头 而宋党的那些 宋圣和李德明这些人呢 又能死于国事 最后是为国捐躯 所以南唐被北宋所灭 南唐的移民 往往就把责任都推在宋党的头上 因为宋党先败嘛 孙党后败嘛 孙党后来有的还死于国事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孙党的韩熙寨啊 齐玄啊 都很长寿 韩熙寨这个人 大家不陌生吧 南唐的时候 有一个很有名的话 叫韩熙寨夜宴图 就是那个韩熙寨 韩熙寨夜宴图的 那个主人公 而徐玄呢 也是这样 很长寿 他们 徐玄后来还做到宋朝的官 这两个人又很有文采 所以得到世人的仰慕 于是大家多讨好孙党 而贬低宋党 第三呢 史虚白啊 与韩熙寨是好朋友 我刚才讲了 他们是孙党的人物 生前受到宋党的压制 所以史虚白的儿子 做调记历坛的时候 对冯元氏就很多攻击之词 这就是冯元氏 为什么长期受到攻击的原因 他是有党派之争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即便是调记历坛这一本书 对于冯元氏的财学 还是很欣赏 虽然在政治上 对他极尽攻击之能事 但是对于他的财学很欣赏 比方他说 逢言氏之为人 已有可喜处 他说 其学问渊博 文章引发 便说纵横 如清玄 吐语 听之不觉 其习之鲁前 使人 亡起于识 说明这人学问很大 而且呢 意嫩风发 口才很好 听他讲话 不知不觉 就把凳子往前面移了 这叫 启喜之鲁前 使人亡起于识 这冯元氏的 对立面的儿子写的 那就是说 即使是反对他的人 也不断不承认他的财学 冯元氏有词集 名杨春集 全堂五代词 收他的词一百一十二十 这是关于他的生平 如果大家有兴趣 看一看夏先生的 唐宋慈人脸谱 夏先生的唐宋慈人脸谱 虽然是一部学术著作 但是读起来 让人津津有味 它不枯燥 我们要了解古代的作家 要了解古人 最好的办法 就是读脸谱 读他们的脸谱 许多著名的人物 都有脸谱 都是脸谱 就知道他们的时代 知道他们的为人 下面我们讲冯元氏的作品 这个《雀他之》 大家读一遍看看 《雀他之》开始 《雀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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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得很好 这个你看他开手一句 就是一个访问句 谁到闲情抛刺酒 这个闲情是什么呢 就是后面写的惆怅 就是后面写的心愁 这就是闲情 抛刺呢就是排遣 谁到闲情抛刺酒 就是说看来这个人呢 内心里的这些惆怅 这些心愁啊 时常的困扰着他 他做过种种的努力 希望能够排遣 所以叫抛刺酒 就是做过很久的努力 但是这些努力最后都没有结果 所以叫谁到闲情抛刺酒 谁说这些闲情都排遣的呢 谁说这些内心的纠结都解决的呢 没有 下面你看 每到春来 惆怅还依旧 只要一到春天 惆怅就来了 这就成为一种条件反射式 一到春天就惆怅 有的惆怅怎么办呢 就排遣呢 所以下面说 日日花钱 藏病酒 每天都在花钱饮酒 为什么呢 排遣呢 消愁啊 以至于到了 不辞尽礼 朱岩寿 酒喝的太多了 人都憔悴了 拿着镜子一照 发现容颜都已经变了 朱岩寿 下面也是写他排遣 也就是抛吃的意思 那怎么写呢 就走出户外 到堤上 去散散心 说看见的是什么呢 河畔清午堤上柳 河边上啊 青草都已经长出来了 堤上的柳树 也开始 这个长出了新叶 这叫河畔清午堤上柳 慰问心愁 何事年龄 为什么年年都有薪酬呢 当然就不能有回答 如果有回答 那就不是婉约词 让读者去想象 最后两句写行为 不回答了 如果要回答 那就是现在的流行歌曲 现在的流行歌曲 跟古代的词 不一样就在这里 现在的流行歌曲的 致命的问题 就是过于直白 他生怕读者不知道 他不能给读者一点想象的余地 所以现在的流行歌曲 培养的读者 都是肤浅的读者 包括现在的文学 都是这样 他都很直白 你都不能让读者去想象 去创造 你把读者都当了白痴了 现在所有的文学 都是这样子的 现在读者也是怪得很 他偏偏就喜欢那种文学 他不动脑筋 稍微往他动点脑筋的文学 他就不读 他懂那种不动脑筋的 就是那种很简单的 那种东西 所以这培养的读者 是什么说 我们说读者 是要靠好的作品来培养的 现在的作品 起不到那种作用 培养的都是肤浅之人 要不然怎么会 郭敬明和韩寒大行其身 其实他们的作品 根本就没有文学性可言的 当然话说回来 我今天讲他们的坏话 但是我在有些场合 讲他们的好话 为什么呢 我上次这个研究生 答辩了的时候 我就讲了他们的好话 不是韩寒 郭敬明的作品 谁都知道是没有文学性的 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的90后 和80后喜欢呢 就因为他们说真话 他们说出了80后90后 长期想说而没有说的真话 而80后90后 为什么没有说真话呢 因为中学的作文 教他们说假话 这个中学的作文 有个特点 就是教学生说假话 不能让学生说自己内心的 想说的话 如果他说内心想说的话 他就给他一个不及格 这学生就怕 在担心高考的时候 过不了这一关呢 就说假话了 长期以来说假话 后来发现了 郭敬明和韩寒之内的人 这些人他不高考 我不高考了 我就说真话了 一说真话 赢得了大家的欢迎 我说他们的成功 就因为说真话 因为80后90后的读者 他要的是真话 他觉得文学性审美 这是次要的 首先是真话 所以他们就成功 但是他们的东西 毕竟是没有文学性的 靠他们的作品 来培养一代人 当然他们自己 也没有意识到 他们在培养的 但是他们知道 他们在影响的 现在他们的作品 居然那样风行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这说明我们的文学 就没有说真话 第二我们的文学 没有品味 没有品味 对吧 所以我现在在这里 我要 我顺便要讲讲这个问题 那就是这样 你别说 慰问心仇何时年龄有 要是到了当代文学 当代流行歌曲 现在的读过 他一定要告诉你 我为什么年龄有啊 因为我担忧啊 我为我们这个国家担忧啊 我为人民担忧啊 他会这样想 但是词不这样子 你看后来就写行为 说独立小桥 风满秀 平民心悦 人归国 自己一个人在小桥上 独立很久 站了很久很久 以至于这个秀口里面 都灌满了风 这叫风满秀 最后在月亮 从平民上升起的时候 自己悄悄地回家去 平民心悦 人归 所以这样的作品 它叫耐人寻味 令人深思 你别说 人们就想 他的闲情是什么 难道是爱情吗 恐怕不是 因为他是一个宰相 而且那是一个封建 这个时代的最浪漫的时期 的宰相 他缺爱情吗 爱情对他根本就不构成一个问题 所以说他不可能 在这里不可能是爱情 不可能是这样 搞得他 每年像条件反射式的 以至于到了朱岩寿的地步 那就说里面 这一份非常执着的情感 可能就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爱情 有的人把这个闲情二子解释为爱情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那是因为不了解冯元氏的身世 这个作品应该是有所寄托的 冯元氏长期遭受到那些政治对手们的攻击 多次遭到降职的处分 而南唐的国士在他主政的期间 可以说是风雨飘摇 他自己是希望有所寄托的 但是他所服务的那个皇帝 他的老板 却是一个没有什么作为的 所以他的内心深处 可能就有许多忧生炼难的成分 有忧患感 有忧患意识 那南唐的当时他们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 是全国最高的 北宋 不 那个时候还不叫北宋 那个时候叫后洲 后洲只是军事上比他们强大 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上面 绝对不能和南唐比 但是中国的战争 往往都是落后的打败先进的 几乎都是落后的打败先进的 每一次的改叉患代都是这样 所以你说像冯元师这样的人 他能没有忧生炼难的成分吗 他难道就没有忧患意识 感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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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败先进的